接下来来关心体育方面的消息 洛杉矶盗棋队的强力左投郭洪志 不但投球在行 其实打击上的功力也不含糊 在今天的体育特派员时间 东森美洲新闻团队就要让观众了解 郭洪志的打击火力到底有多强 接下来直播各位观众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体育特派员时间 那洛杉矶盗棋队的郭洪志呢 大家都知道一个绰号叫 省之左腕或者豪勤左投 因为他的球速非常非常的快 那么常常是超过95 96英里 在他巅峰的时候 那可是大家可能会忘记 其实郭洪志不但投得好 其实他的左打 他的打击是非常的厉害 非常强的 那以前郭洪志在高中的时候 在南英高中 台南南英高中 其实就发挥他的打击实力 在美国中央大联盟呢 是2007年在洛杉矶盗游队的主场 对上纽约大都会对的时候 终于展现出来他的强力好打 第七棒 第八棒 第九棒 因为他是投手打第九棒 连续集出三支权力打 可以几乎说是美国资本大联盟 有史以来投手在三支连续权力打里面 第一次的这个纪录 当然这个纪录也 也让郭洪志成为所有台湾球员 在美国资本大联盟 第一位打出权力打的选手 不是陈金峰 也不是胡金龙 是郭洪志 大家能想象出来 所以因为我们有时候 跟郭洪志在访问的时候 开玩笑说 郭洪志你手的受伤 以后如果很不幸 真的不能投了 想问怎么办 他就常跟我们说 我可以去练打击啊 因为我打击也很强啊 而且郭洪志的打击 其实真的很厉害 如果大家常常看他 有时候在旁边练打击的时候 不管触击和常打 其实都有一定的实力 所以我们今天 体育特派员的抽奖题目就是 在美国资本大联盟 集出第一支权力打的 台湾全员是谁 答案很简单 就是郭洪志 欢迎大家利用email news at ettvamerica.com 或者传真 626-581-3837 赶快把郭洪志这个答案 传过来给我们 我们在每一天 都会抽出总共五组十张票 再加上有台湾观光局 特别提供的额外的一个 每一天有一个 郭洪志的新浪板摇头娃娃 会提供给大家 所以欢迎大家赶快过来 至于还没有通到通知的民众 也不用担心 我们会只要大家寄来的东西 我们都会收起来 我们每一天把各位的名额 roll over到下一天 所以前一天没有中 马来西名额继续来 今天再来名额更多 所以来的越多 机率越大 欢迎咧 我们希望能把所有的票 在8月13号都送给大家 在8月13号 看到大家一起来帮郭洪志 好好给大家加油一下 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 TV特派爱的时间 我们先把现场 交上个朋友 拜拜